满清的历史的角度 这个所谓八国联军辛丑条约的问题 120年以前 它的起因当然是义和团运动 对 没错 那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当时的历史背景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怎么造成了这个 这个清政府跟这个八国的这么大的冲突 好 我是觉得就是义和团这个事情的起因 是整个中国史上当中非常少见的一个暗形 因为传统中国史上都是比较偏 就是农民的那个暴乱起义 像太平天国是典型针对内政而发的一种 农民的一种运动或暴政 但是义和团恰恰是针对洋人 他在山东起家 然后很快就扩散到了天津 还有当时的满洲直立 跟今天的东北 然后就马上就快到北京成门前了 那这时候呢 他们的整个策略就是对抗洋人 所以烧教堂 然后抢劫洋人的商铺 然后也杀了洋人 还有杀了很多相信这个基督教的中国人 大致上是这么一个运动 所以他的性质跟历史的运动完全不同 对 但是义和团运动 他当时的口号是福清灭洋 最早其实不是福清 后来是等于清政府 就是慈禧政府呢 要利用了这样一种民间力量来对抗这个洋人 有点像今天的中国要利用这个民间力量 来反日反美的那个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福清灭洋就这样结合起来了 对 但是他当时主要针对 一开始主要针对的是在中国的山东直立地区的教民 没错 天主教徒 对 当地的教会 我看一些统计 后来整个义和团运动 大概杀了两百六十多个外国教士 没错 然后又有大概两万多个教民被杀害了 对 那这个当时这方面的案子是层出不穷 但是好像清朝政府在对待这个运动的时候的态度 也是摇摆不定 没错 没错 其实当初我们要想象那个情况是 就是说杀了洋人杀了外国人 引起的外交冲突是非常巨大的 那今天的中国政府一样 就是任何发生这个动乱冲突的时候 千万不要动洋人动外国人 对吧 是一样的情况 所以当时呢 这个情况下 即便清政府就是不去做煽动这个义和团 跟他合作 我相信也会引发很大的外交争议 那何况慈禧太后当时做出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 决定利用义和团的势力 来作为他的内政 就是来对抗他内部的政治政敌 是 也就是光绪那一派的所谓的戊须变法派 是 这个我也是注意到了 就是当时实际上慈禧太后 是因为戊须变法失败 已经把光绪帝实际上软禁了 而且想罢处 但是他想要帮他 就是把他废掉 然后任一个新皇帝 但是好像外国人不反对 各国公使反对 没错 所以慈禧太后怀恨在心 对 有这么一个因素在里面 所以他觉得要利用这个义和团 来给外国人一点打击 有一点压力 这样的话他可以自己在国内为所欲为 但是这种 实际上是清朝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 对 跟外部的 跟外部利用这个所谓的民意 对 所谓民族主义 或者是反教会的力量 结合在一起了 对 这样一种内部政治斗争 和所谓民间的反外国人的势力 结合的这种运动 我有看到以前 国民党时代的一个历史学家 有名的历史学家叫蒋廷复 对 他这个近代事 中美国大使 他这个所说的说 这个是中国顽固派的大集结 对 我觉得这种看法 其实都是比较在中国新政府建立之后 形成一种民族主义的论述之后 再重新再看待晚清历史的那么一种论述 事实上我觉得在当代的 当时的清政府时期 是没有民族主义这回事情的 当时的慈禧太后利用这样的力量 跟民族主义是没有关系的 反而是他是想维护清政府内部的他的权利 这个我们可以批评慈禧 可以检讨慈禧 但事实上我觉得跟民族主义挂上钩 其实是大可不必的 但是这个事情从义和团 引发了八国联军进京保护他们的使劫团 因为那个义和团进京以后 已经造成更大的杀戮 这个情况下外国人就很显然 就是说我要派我的维和部队 到北京去做维和 它本质上是这个关系 然而从而产生一个冲突 长达一年1900年 那么这个事件落幕之后 就以亲子条约为结尾 为收尾 它反而开启了一个更大的一个政治改革 这个也是慈禧所主导的一个改革 对 但是整个过程中间 慈禧清政府是有正式对外国宣战 没有 我以为他是派清军去攻打外国使馆 没有 他其实这个所谓宣战 现在有一个网络上叫宣战招书 那个时候就是以光绪名义 发布的一个类似于鼓励 这个义和团 鼓励民间去抵抗洋人的 一个叫做 一个鼓励的一个上誉 就是一个皇帝预言 皇帝的一个上誉 它其实并不是正式宣战 而且西方国家 那十几国家也没有宣战 实际上那个时候还不是 现在我们讲民族国家之间 彼此开战的一个状态 对 我觉得那个虽然不是民族主义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排外思想 排外思想 然后它是结合到一些神鬼的一些 就是宗教迷地方的 白连 记者是白连教的传统 神明附体 对 其实这里说明传统中国落后的一面 对于 因为鸦片战争以后 开放的西方的势力 文化 科技进到中国之后 他们无法接受 这个也是一个落后 跟愚昧的一面的反应 这个所谓八国联军 辛丑条约的问题 120年以前 它的起因 当然是义和团运动 但是这个事情 可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文化的冲突 比方说东西文化的冲突 基督教文化和乳教文化的冲突 比方说中国农业社会 比较保守的农民大众 跟西方的先进的科学 工业技术的冲突 因为某种意义上 是对前几年中国东南沿海的洋务运动的 一种反对 因为从鸦片战争以后 整个中国把这个市场打开 然后西方的力量进来 然后它有宗教势力进来 所以这样一种新的文化 一种新的观念 对传统的中国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但是这个中国 我还是比较觉得是汉人儒家中国的观念 因为满洲和非汉的系统当中 他们的认知里面 又跟儒家跟汉的观念不完全一样 当然满洲在那个时候已经部分的 或者是很深厚的汉化了 接受汉人的一些思想跟观念 但是他还保持一个他原来的一些特质 这是我个人做一个满洲人的一个看法 但是我觉得清政府内部 其实从更早的在几十年前 从先锋时候就有一个洋务派和保守派 这个对于一直是持续下去的 所以慈禧其实是洋务派 慈禧不是保守派 他是威胁到自己地位的时候 慈禧是一个保全派不假 慈禧要保护自己的权利 所以你看慈禧整个他 那个191860 他这个态度有左右摇摆 我个人的看法是 慈禧从1860年所推动的自强运动 其实是他主政下的结果 就好像邓小平主政下推动 改革开放一样 各位朋友 我们的YouTube欢迎大家订阅 赶快拿起手机搜寻三国演义 一二三的三 国家的国 演员的演 议论的义 还在等什么 赶快拿起手机订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